平交道遮斷欄降下警示声叮当叮当响起 驾驶们铁道前把车停下 不过此时令人傻眼的是 铁道上竟然有一辆百万名车卡在铁轨中动弹不得 眼看国车就要通过 如果没有急煞停下恐怕意外就要发生 惊险画面出现在桃园 驾驶开上铁道的夸张画面也曝光了 5号早上6点多 这辆轿车在平交道口疑似提早右转 竟然一转就把整辆车开上铁道 驾驶自称车辆打滑失控 冲上铁轨后抛锚还异想天开 一度想自行脱困 台铁接获通报紧急通知附近两列车沙停 其中一辆列车急煞后距离轿车只有短短80公尺 索性在最后一刻惊险阻止汗事发生 这起意外造成列车延迟44分钟 影响11车次列车 旅客约700人 台铁也表示会向驾驶求偿 驾驶们通过平交道一定要保持警觉 放慢车速通过 发生事故也别自作聪明 才能避免悲剧发生 记者刘志展李宗泽 桃园采访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 折扣优惠喔